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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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召, 召 召, 召 召 召, 召. Rhythm. Rhythm. 召. 叨. Rhythm. 召, 召 召 Halloh 大家好我是Hamë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的订阅点赞 欢迎大家订阅点蓝 转发开铃铛那继续来玩我们的人神 先來講一下我今天做什麼事吧 上一期我玩到了工櫃嘛然後做了十連抽 那十連抽我是抽那個新手的卡池嘛初心者 祈願這邊這個獲得諾艾爾嘛 因為他只有限制20次嘛然後要解決那個蜂魔龍的事件 那蜂魔龍的事件我們就分別去三個神殿啦 解決主線任務總共有三個神殿這一種 這個北風之狼西風之音我們先先在西風之音嘛 然後再來是北風之狼然後後來我又跑到那個南風之獅這三個神殿 然後這三個神殿分別他會讓你對應實用角色 角色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喔 分別是一開始是用鞍博鞍博是火屬性 火元素嘛他可以打一些木屬性的 然後之後是用這隻冰元素凱亞 凱亞然後最後一個神殿是用這隻雷元素麗莎 那就分別讓我們用這幾隻體驗一下 然後那神殿都是會有一些基本的關卡吧應該不會太難基本上不會卡關 那解完神殿之後我們的任務就開啟了嘛 我們這邊就會有一些任務 主線任務還有一些其他任務支線任務 世界任務啊傳說任務啊魔神任務 然後有一個任務是要去解這個 把這個我們一開始是星若虎嘛這個神像嘛 然後我們回來路上可以經過這個風起之地順便解 把這個神像他可以傳送 然後他也可以幫我們補血也可以回血 然後你就在那邊交付一個道具然後你就會升級 然後遲遲你的等級可能已經跑到了六七級吧 主要你要先練到七等 你的冒險等級就是你這個哈摩的角色 不是這些英雄的這些角色是你自身的角色要七等 那為什麼要七等 七等之後我們收信的時候就可以收到一些福利 一些獎勵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喔這個是 這是登錄的獎勵嘛 然後之後你會拿到這個翅膀 然後這個是 這也是還好這也是登錄好像就可以拿 9月29嘛因為我現在是10月1號 那這個是我今天拿到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十連抽 糾纏之遠十連抽 是抽那個溫妮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喔奇願這邊 喔溫迪啊抱歉溫迪 這邊可以十連抽所以我待會會十連抽 那我們再看一下喔信箱 所以你就是要解完任務 然後可以主線任務解到這邊 然後回到我們城 回城之後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冒險者接待 然後他可以升級我們的冒險者 冒險者這個 你就1到7慢慢領 這邊會給你一些相對應的獎勵嘛 你就把它領一領 然後這邊也會給這個 看一下喔 他還會給這個嘛 原石啊什麼的 然後這邊也給我們這個 一個這個 相遇之遠 相遇之遠就是要抽那個 初心者那個卡值還有最後一個卡值 那那個也可以到商城去買 大概160吧 看一下張粉 這邊 相遇之遠是160 那你就看你要幾個 我現在可以14個嘛 他會消這個 然後你也可以買糾纏之遠 一樣 看你要買哪一個 因為就 目前是這兩個 原石有這兩個 好 那這樣大家應該理解了吧 我這樣講會不會太抽象 如果 沒有跑過一次的人 可能會稍微抽象一點 總之我就是 我再用這個地圖來說一下好了 上一期封魔龍嘛 我們在工會抽完了 十連抽 新手十連抽 然後 然後 他要依序到這三個廟宇 這三個廟宇 這三個廟宇 主線任務打完之後 把封起地也解開 那我就回來了 我剛剛就做這個流程 就在這個世界這樣跑一圈 然後跑回來 跑回來就是到這邊嘛 我就玩到這邊而已 然後我的冒險等級是7等 然後如果你冒險等級不夠 你要記得 這個要領取 劍滾這個要領取 按F1 那如果你不會按F1的話 他在這邊吧 冒險之陣 這邊可以領取 這也可以提升你的等級吧 提升你這個等級 好 所以呢 我要來抽了 我要來抽了 好 剛剛大概玩了 也是跑來跑去啦 跑來跑去 慢慢摸索吧 我這個遊戲 只能這樣 真的這樣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繼續玩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還蠻花時間的 那我現在畫質是720P而已啦 如果你們用全螢幕的話 全畫質的話應該很不錯 這邊 我第一集試玩的時候也有獎 這個全螢幕很不錯 1920這個畫質不錯 好 那我先來抽一下那個 溫迪吧 好不好 溫迪的卡池 因為你是新手的話 玩到這邊的話 第一次玩我覺得比較滿 大概一個小時 跑不掉 因為你會東看西看啊 你要東摸西摸 但是如果你隨著你越來越快 然後有些東西都跳很快的話 你要刷手抽的話 我覺得也要四五十分鐘欸 當然如果你夠快的話可能是四十分鐘吧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你們多試幾次 如果想刷手抽的人 那遊戲已經出三四天了 那就來吧 祈願十連抽嘛 這個是送的 糾纏之緣是送的 LV7的時候就會送吧 應該是送這個啦 我剛剛好像是送這個吧 反正就是信箱可以收到 這個糾纏之緣 好來吧 應該有錄贏啦 沒錄到就GG 沒有啊 金的啦 那沒有了 飛天御劍 都是三星的啊 你就隨便換劍換武器 有的加攻擊力吧 有的加暴擊力啊 稍微看一下 額外獲得 表示說可能已經有這把劍了吧 哇 沒有角色是不是 好像沒有角色欸 四星的這個西風烈弓 沒有角色沒辦法 所以說角色不好抽啦 因為他這邊只有必出四星或以上物品 他沒有說四星角色 這邊也是啊 他沒有提醒 這個才有角色 這個新手才有角色 那 這就不一定了 WINDY我覺得我沒抽到 那我這邊的話至少要先買四個嘛 因為這邊要八格啊 我還有四格 那我要買四格 那我要買四格 我剛剛應該有買吧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操作 好沒抽到喔 遊戲可以刪了 可以棄坑了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其實我比較隨意啊 如果想玩就會玩 好 相靈四星喔 欸我看一下他是 他是 他是 我看一下他是 強度大概被分在哪邊啦 呃 T1對 T1對 四星 好抽到一隻 好抽到一隻 T1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想要抽T0吧 T0就 迪盧克克勤 溫蒂勤 溫蒂喔 還是溫蒂阿 他那個翻譯問題吧 好我就只有抽到一隻 是私心的 好吧 就這樣 沒有了 我的那個 新手卡詞不見了 他連讓我看都不讓我看了 怎麼那麼小氣啊 那我這樣就 30抽了 我這樣就30抽了 那可以再抽 可以再抽 就40抽 這邊 但是你不一定會抽的到角色 這邊有琴嘛 然後還有這個 迪盧克 這兩隻應該是 T1 T0對 那如果我要抽的話就這樣 覺得 把我的那個全買 這樣我就40抽啦 沒有阿 沒有金色 阿沒有 好啦 可以刪了可以刪了 一堆武器阿 是不是要金的阿還是紫的阿 不知道 四星 重雲 還是重雲 不知道 呃 T2對 T2對 感覺好像是冰屬性的 冰原樹的 沒有 沒有 沒抽到可以看 你們願意花時間的話就拚啦 至少40抽不是問題 因為我也沒什麼 我也沒什麼玩 我也沒什麼弄嘛 就可以40連抽 就是新手10連抽 然後 等級7 這邊10連抽 新手的那個出新者是20抽 然後這邊10連抽 然後這邊也10連抽 就看你要抽哪一個啦 反正就沒抽到 沒抽到 好40抽 那我抽了兩隻角色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火元素相連 擺不上去了 在這邊 冰元素 重雲 這有點中國風欸 這有點中國風欸 好 然後這個是小正太 吃冰淇淋 吃冰棒 他們怎麼那麼愛吃欸 一個吃蘋果 一個吃冰棒 欸不會每個都吃東西吧 來看一下 欸 主角沒有欸 生懶腰而已 這個是玩娃娃 然後這是送的 每個人都有 諾艾爾 一個女僕吧 騎士女僕 那這個 我覺得他們等一下就會離隊吧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們感覺會離隊 因為他們只是 中途加入的啊 好 先不管了啦 我有抽到一個四星武器 反正就這樣 我的四次抽 稍微玩一下 這遊戲不好抽啊 這邊都可以講話就對了 這邊 這邊任務完成了 這邊應該可以做東西是不是 不知道 列入餐廳 買東西吃嗎 我可以買東西吃 吃東西的話主要是回復體體啦 我剛剛在神殿的時候 好像也都是有受傷 不小心摔下去或幹嘛 這有玩偶說 用爬就好了 那我們就用爬了吧 只是爬的話會消耗體力 如果太高的話你會爬不上去 有沒有 旁邊有一個精力條嘛 如果不夠的話 我就會爬不上去 就會掉下來 因為我剛剛有一個地方要攀岩 攀不上去 要去第三個神殿的時候 找到說話吧是不是 不是 看你要進去耶 我稍微跑一下 反正已經新手40連抽完成了 大家知道這遊戲的手抽要怎麼弄嗎 跑過一次就知道了 我喜歡自己跑 所以我基本上不太看人家的 基本上不看人家的那個 影片吧 因為人家的影片也是他們自己跑過一次整理出來的一些流程吧 盡量優化嘛 因為你跑一次兩次三次 多跑幾次之後就會優化 你就知道大概要怎麼弄 那我是第一次幾乎沒有優化 我就跟著主線任務這樣走 主線任務開啟了 那 現在要幹嘛 他在哪裡啊 我要到這邊是不是 他這個時間是會變化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記得這邊可以看時間吧 這邊是不是 不知道熱鍵啦 他現在這個時間是6點多 還可以調整喔 沒有啊不能調整 反正就時間會隨著天氣 天氣會隨著時間變化 這邊吧 他要告訴我們什麼秘密啊 我不想知道你的秘密啊 這個男生我為什麼要知道 反正我們現在要結一個主線任務嗎 就是海盜任務 對 眼罩也可以遺傳 所以他其實眼睛是正常的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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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主角就面無表情啊 因為他是我們扮演的角色 所以他基本上他不會說話 就變成說他細分是很薄弱 八頭海神 陰法女妖 所以我們要先去找這個 打擾這個盜寶團是不是 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我們要去冒險家協會 打聽消息 好 這邊 海盜秘寶 傳說任務 這邊你要再解這個魔神任務的話 不管你冒險等級要10等 現在不能 所以要先解一些支線任務 提升你的那個冒險家的等級 OK 那先這樣吧 先這樣子 就沒有抽到一些T0角 我就只有抽到一個T1角 然後 角色的部分 都有啦 只是你要佈陣是不是 應該是要佈陣 這邊有新的角色 三隻 所以這個都會送我們就對了 卡亞跟這個莉莎也都會給我們 即便你不抽的話 你也有五隻角色 一二三四五嗎 我們那個麗莎怎麼不見了 我來研究一下 我來研究一下 呃 隊伍配置裡面好像只能上四個 我還以為可以上五個 在目前為止好像只能上四個 我是封馬火 然後這個是鹽 然後這個是冰 就要自己再來配置一下 加入 我心裡 這樣子就兩隊了 就隊伍1 隊伍2 總共有四個隊伍 你可以自己來編隊 看你想要用什麼組合吧 都可以玩玩看 既然都抽到了對不對 好 那這一集就先這樣吧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啦 就新手40連抽不是問題啦 就跑跑跑跑跑 跑到LV7的話就完成了 就可以40連抽 那至於抽不到後 就要看大家的運氣 還是說你就想要直接開局也可以 就開始玩 OK那就先這樣吧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